刘沛言的英文秘籍 英文杂谈 与狗有关系的一些英文的谚语 上一次我们讲跟猫有关系 所以这个跟人啊 跟狗啊 跟猫啊 这些都日常生活跟我们很亲近 特别多 你说找一个跟宇宙 跟外星人 跟什么的 跟微波炉 跟电视相关就比较少 就是人嘛 跟我们日常生活越接近了 东西就用的越多 所以英文里面跟狗有关系 很多 这边只是一部分 不可能全部弄进来 当然这些 这些业语 当然都是英文 但有的是从法文过来 有从德文过来 有的从中文过来 从日文过来 当然它的表现形式是英文 所以我们可以当个趣味 就是跟狗有关系 你可以猜猜看 我们先猜猜看 你看得出它什么意思啊 然后第二步呢 如果你学会这些很好用 所以你跟老外讲的时候 我们一般是讲单字嘛 片语嘛 变成一个句子讲 有时候我们加一些成语 加一些礼语 加一些艳语 就很灵活啊 所以讲话的时候很轻松啊 也是道地啊 有时候你突然讲个 像外国人讲个 学校实习之啊 这个一诺千金啊 你的眼睛炯炯有声 哎你吓一跳啊 就是语言嘛 就一种丰富性 趣味性 变化性啊 有时候 但是我们一般华人啊 就是没有 没有在记这个 都记单字啊 记单字 没有在记成语 没有在记片语 所以我们的 就是 这个英文的表现啊 就是比较 比较单调啊 比较单调 但一般人说 我的英文能讲就不错了 我还学那么多 但每一个要求标准不一样 有的人他自我要求的比较高 所以很多次就是看自我要求 我们先看看这些跟狗有关系的 这些艳语 你先看啊 你猜得出几个啊 我们这边故意先不想中文 A barking dog seldom bites A barking dog seldom bites 这一题等于是送本题了 可能大部分人都知道 什么意思 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 A good dog deserves a good bone A dog's chance A dog's chance 这边有的是 为什么开拓大学的消息呢 开拓大学它可以独立变成一个句子 而消息它只是一个骗语 骗语跟成语又不一样 成语可以包括 骗语可以包括成语 成语不能包括骗语 骗语可以包括谚语 谚语不能包括骗语 讲骗语一般人也搞不懂 就是自串啊 一堆字啊 就是随机的排列组合 不一定有特定的意思 骗语跟成语就有固定的排列组合 不能乱动 有说意思啊 有弦外之音啊 表面上看不出来 A dog's life 这应该是消息 a living dog is better than a dead lion an living dog is better than a dead lion an ole dos barks not even an ole dot barks not even an oleEN dog could learn No new tricks An old dog will learn no new tricks Bugging dogs seldom bite 这个等于是重复掉 我们就把它拿掉 跟前面重复 Count like a dog get a whistle Die a dog's death Die a dog's death Dog eats dog Dog eats dog Dog in the manger Dog in the manger Every dog has its day Every dog has its day Every dog is lying at home Every dog is lying at home Give a dog a bed knee and hand him Give a dog a bed knee and hand him Hungry dogs will eat dirty puddings Hungry dogs will eat dirty puddings If the old dog barks, he gives the counsel The old dog barks, he gives the counsel It is ill to awaken sleeping dogs It is ill to awaken sleeping dogs It is ill to awaken sleeping dogs It rains cats and dogs It rains cats and dogs Let sleeping dog lie Let sleeping dog die Love me Love my dog Sick is a dog Sick is a dog Sick is a dog sick asshole Teaching old dog new tricks Teaching old dog new tricks Teaching old dog new tricks Teach the dog to bark Teach the dog to bark The cat and dog make kiss You are now the better friends The cat and dog may kiss Yet announce the better friends 我们看什么意思 我们先看 A barking dog seldom bites Barking是咬 叫 大叫 狗叫 狗在吠 会叫的狗 不咬人 这我们中文意思差不多 会叫的狗不咬人 会咬人的狗不叫 会叫的狗不咬人 当然谚语 市面上意思是这样 实际上都隐身 你不要老是这些跟狗有关系 全部就在狗上 用人也可以 会叫的狗不咬人 这个同事 很会骂人 什么什么朋友 同学 很凶 紧要关头 他又不敢怎么样 会叫的狗不咬人 很会叫 会骂人 意见很多 真正大场面说 他有鬼说起来 有些高手 平常话不多 紧要过头 他跑出去了 他冲第一个 一个好的狗 值得 值得好的骨头 就是有功受禄 有功受赏 我们说无功不受禄 有功 比如说办公室 拿了大订单 办公室争取福利 或者外交 争取到一个建交国 立了功 这应该有赏 所以最糟糕就是公私 国家 或者是家里 就是有功 没有赏 自己人做的不怎么样 有赏 一切都是裙带关系 这国家就完蛋了 所以以前历朝历代 开国的皇帝很厉害 有功 我尽量赏 我就怕你立不了功 有功 什么都给你 美女 土地 钱 什么都给你 到了昏君的时候 你公告正主 干嘛 像立功 公告什么 宰了 这个太监 大臣 也没有什么能力 讲好听 这国家就完蛋了 狗的机会 是什么意思 机会不大 为什么狗的机会不大 狗吗 没有资源 外面乱吃东西 走在马路上 随时搞不好 被那个汽车 摸车压死了 压受伤了 所以狗的生存机会 除非是你养 人养起来 把那狗在外面 这个淋雨 又淋雨 又吃这个脏东西 大便也在吃 所以狗的机会 生存机会不大 你说狗都活得好好 狗死掉你不知道 所以狗的生活不好 条件不好 它机会不大 狗的 这应该消息 狗的生活 是悲惨的生活 狗嘛 对对 也没有衣服 也没有食物 前面讲过了 在马路上 随时过马路就被压死了 狗的生活 悲惨的生活 A living door is better than a dead lion 就是一个活蹦跳 活蹦乱跳的狗 鼻子死的狮子好 比狮子好 狮子再怎么厉害 死掉了嘛 没用 狗虽然打不过狮子 没那么大 可是它是活蹦乱跳 就是好死不如赖活 And no dog it barks not in vain 其实一只老狗叫起来的时候 in vain就是没用 它并不是没用 老狗平常不叫 就我们叫老马仕途 就平常公司有老人 平常话也不多 就看你们年轻表现 结果公司政策错了 什么事情搞错了 或者是国家 这个政策错了 这老的官员 这个知识的官员 不对哦 这样做会有问题哦 平常不讲话 一讲话就表示有状况 所以老狗一叫就表示有状况 老马仕途 当然这些是我自己翻的 当然这是参考 没有答案 业语你中文翻英文 没有标准答案 英文翻中文没有标准答案 就是我们翻 尽量成语翻成语 有的人就一翻 这个本来就是英文业语 一翻翻成中文一大堆字 我们就是不好气 就谚语 我们成语 中国成语好气 你说老狗学不了新马戏 有点像顺口溜 真人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 老马仕途 这种比较好气 你不要翻成 一只老的狗啊 叫的时候啊 并非无地方死啊 并不是没有用的啊 一只活的狗啊 比一只死的 这个狮子啊 更好 你这样翻成 没有错 但是没有意思 就是 就翻译啊 信达雅 信达雅 这老狗学不了新马戏啊 Barkandar Selden By 这个 这前面讲过了 就是 前面是讲那个 这个 会咬人狗不叫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真人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 会叫的狗呢 那不一定厉害 不叫的狗呢 搞不好很厉害 所以这个 我们有两个翻译 前面是会叫的狗 不咬人 这边是真人 不露像 露像非真人 也不错 Cow like a dog get a whistle 就呼之即来 像叫狗一样 这个人啊 这个是没什么格调 一叫就来 一叫就来 呼之即来 Dye dog 蚕死 就像狗一样 狗 那狗怎么蚕死啊 有没有没看到蚕死啊 狗蚕死的时候 你没看到啊 一般的狗啊 就跑来跑去也没事 可是我们在马路上啊 那狗啊 不会过马路啊 不会看红绿灯啊 它就看 车子少就冲过去 可是车子啊 一下子远的地方 狗看不清楚 就会开得蛮快 就一看到来不及 牙死了 所以你看到这个 马路上 猫比较少 因为猫比较猎物 不猎人 猫比较少出来 就有时候动物上 像美国啊 有时候这个 比较这个 保护区啊 什么 还把路撞死了 大型动物 突然冲出来 就是 在马路上 突然一只狗冲出来 看不到 看不到 来不及 狗那么小吧 轮胎 车子那么大 压死了 就蚕死 就自向蚕杀 狗咬狗啊 我们一般中文讲 狗咬狗 一嘴毛啊 就自向蚕杀 但你翻成狗咬狗 也没错 也很好 然后这边翻成 自向蚕杀 Dargin and Manger Manger就是 飼料 飼料的那个草啊 马啊 就是西部片 大家都把它拴在那边 要喝水 吃点草料 就站住那个草料啊 狗啊 站住草料 我们就是讲 站着毛坑 不拉式 就又不走 老师在那边 其他的动物 看到狗也不去 站着毛坑 不拉式 有这个意思啊 当然 你不这样翻也可以 只要是谚语 就是说 只要符合它表面的意思 当然更好 就是符合它的悬外之音 那是更好 翻起来就是用成语翻成语 那是一百分 Every day head is day 时代运转 这狗啊 平常没有资源啊 生活都不好 要吃东西 有时候饿肚子啊 除非被人家养 不然那个 这个动物啊 在野外的时候 你要吃什么 有时候常常动物饿 饿肚子啊 很多动物都死了 你不知道 因为动物啊 有一个天性 死的时候 它不会 不会让你看到 它都会这个 找到咔咔脚 自己去死掉 知道自己老了 没东西吃 饿子 它是自己藏起来 动物有这个天性 大概是帕拉尸体被吃 就这个像大象 大象你很少 很少看到 这个非洲草莓上 大象一个死的大象 就踏在那里 不是 大象自己会找地方 大象很神 他们自己有坟墓 大象就是 他们自己有这个 有这个第六感 有这个知道 要死的时候 就找一个 找个地方去死 那边很多老的大象 就死在那边 Every dog is lying in hell 只敢在地盘上杀眼 在地盘上胸 就狗啊 在外面 又不敢叫 在家里吧 有大象 就每一个斗斗地盘 只敢在地盘上胸 这个我一下 找不到相对的成语 相对的中文业 我们就说 只敢在自己的地盘胸 出去就不行了 这个家里 老婆在家里 骂老公很厉害 一出去 不敢讲话 不敢讲话 就有些这个公司主管 在公司里面 骂员工 骂得很凶啊 一出去开会啊 跟这个 跟这个其他公司打官啊 乖乖的 不讲话 所以有些人被人家看不起啊 只管在自己的地盘胸 三大王 三大王 一出去 输了 给一只狗啊 一个坏的名声 然后把它吊起来 把它吊死 就是 当然也不会去真的把狗吊死 就是欲加之最何况无词啊 就是勤贵啊 勤贵啊 这个要整岳飞啊 舍到金牌 这个欲加之罪 何况无词啊 当然 严格讲 岳飞也不是 岳飞也是 也不得不死啊 也不得不死 为什么呢 岳飞要金东报国啊 打金人啊 很厉害啊 为什么说不得不死啊 岳飞犯傻 犯傻 他是武将 很会打仗 没错 可是皇帝是宋高宗啊 那人家已经做皇帝啊 做得好好啊 因为他是爸爸哥哥啊 被金人掳去啊 所以轮到他 他是皇帝啊 结果岳飞说 哎呀 我要把金人打败啊 皇帝啊 情况就 那打败以后 你要怎么做啊 很好啊 讲厉害 我把你哥哥爸爸带回来 那皇帝就 我皇帝 在这边做得好好 你把哥哥爸爸带回来 都哥哥爸爸真伟的啊 结果要么爸爸 爸爸当太上皇 哥哥当皇帝 或者爸爸当皇帝 那我 那我不是又当太子了 又当皇子了 你把降级嘛 我现在算偏安在这个南方啊 可是你岳飞真的把金人打败了 把我爸爸哥哥带回来的话 那我没好日子过啊 到时候搞不好 那爸爸 哥哥找个理由 把我干掉也不知道 该死 但这个话是不好听啊 就是 如果岳飞当初说 放心 放心 我会把这个金人灭掉 那灭掉以后呢 那个爸爸妈妈 这个父母啊 这个 爸爸哥哥啊 就是 留在 就不知道怎么讲 留在当地啊 还说 放心啊 皇帝还是你当了 你放心 我把金人灭掉 皇帝还是你啊 我跟你挂保证了 我不会把你哥哥带回来 把你灭掉啊 然后 没好日子 那可能 勤快啊 要杀 要杀月飞的不是勤快啊 表面上勤快 实际上送高中啊 Hungry Dishway Eat Dirty Pudding 就是 狗在饿的时候 因为狗啊 不吃布丁嘛 狗啊 扎屎 扎屎 肉也吃啊 就喜欢啃骨头啊 有时候树的东西 他也会吃一点 但他不吃布丁啊 积不择食 人呢 饿的时候 什么都吃 什么都吃 荒不择路 人在荒的时候啊 要赶路啊 这个迷路啊 荒啊 有路就走 越走越远 荒不择路 贫不择欺 人穷的时候啊 只要有女人我就娶 只要是女人就娶 我没钱啊 所以这个以前 民国38年的时候 蒋介石啊 夹着尾巴跑到台湾来 很多老兵啊 只要是女人就娶 这个 因为外省人嘛 讲这个外省话 山东话 四川话 那本地的 没受过教育 又穷 也不会讲国语 不管了 只要是女人就结婚了 所以就很多悲剧 结果呢 语言不通 小孩子没受到很教育 所以朱尼巴的春天 很多外省人 老兵啊 小孩子没受好教育 这个夫妻吵架啊 不好沟通 以后这个慢慢难的呢 可能当那个少校啊 中校啊 将官啊 大官啊 中官啊 就是开始嫌老婆 吵架 鸡不择市 荒不择路 贫不择漆 还有一个 总共四个 还有一个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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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不择什么 这个老狗啊 他叫了 老狗啊 他平常不叫 叫的时候有状况 就是我们说 真人不说假话 一讲话 就是表示有状况了 跟前面有个白相 有质 有质有 有量有多文 真的朋友 第一个 他不跟你讲假话 有质 有量 他会谅解你 多文 知道很多 有义者 山友 山友 义者 山友 有质有量 有多文 隼者山友 也是有三个 朋友不好的 跟你讲的屁话 什么东西 It is your Jewaikin sleeping dogs 就是说 你把这个睡觉的狗 把他叫醒 你无事生非吗 无事生非吗 你多事吗 惹麻烦吗 狗睡得好好 搞不好 你把他叫起来 狗都不高兴 对你大叫 吓你一跳 或者咬你 就是狗就让他睡 你去把狗 睡觉的狗吵起来 不是无聊吗 多事又没什么事 干扰麻烦的意思 Events cats and dogs 下起清门大雨 为什么 雨啊 下大雨啊 那个雨就比喻 这个雨地 像猫啊 狗那么大 就是雨很大 当然没有这种雨 没那么大 就是文艺性 艺术性的 这个语言上的夸张的讲法 但是传神 你说李白 黄河之水添上来 黄河怎么会添上来呢 这是艺术性的夸张 白发三千丈 白发怎么 谁的白发会有三千丈 艺术性的夸张 所以演电影啊 一定要艺术夸张 明明这个男女主角 本人不漂亮 不帅 可是一定要找去哪儿美女啊 你如果真的找 找本人演的话 不帅 不漂亮 没人看 这个很多情节 夸张 但是没办法 不夸张 人家不看 所以一个电视啊 电影啊 男女主角一定要帅 但是本人没那么帅 如果他是照真实故事改变 他没办法 你不找帅个美女 人家不看 Let's sleep in the dark line 不要多事 就让狗 继续睡觉 Love me love my dog 爱我 你就连我的狗一起爱 爱屋即屋 爱屋即屋 say kiss it down 就是变得跟狗一样 有时候狗啊 营养不良啊 生病啊 吃大便啊 乱吃啊 寄生虫一大堆 生病 像狗一样的生病 teach in the dark new tricks 就是教狗 老狗新马戏 就是教人家 接受新的观念 接受新的事物 teach the dark to bark 教狗去废 bark就是狗叫 教狗叫 那废话吗 多词一句吗 怎么狗就会叫 狗就会叫 那你还要教狗叫 所以这个用法很多 你教这个台积电的工程师 怎么去设计精源 多词一句吗 你教都 人家本来就是专家 你教什么 就多词一句 废话 be can't end up and make kids yet are now the better friends 就狗跟猫可能会亲嘴 当然狗跟猫也不是真的亲嘴 就是一种 一种讲法 就算猫跟狗可以亲嘴 他们也不会变成好朋友 我们知道 非我族类齐心必义 这办公室两个人 他们两个好像 好像关系不错 旁边不是 不是 他们表面上 表面上维持关系 就比如说 其中有一个是 皇亲国妻 大家 但是个性不好 大家不敢得罪 每一个 虚与为一 那个字不念舌 不是舌 不是虚与为舌 虚与为 维持表面关系 好汉不是眼前窥吗 非我族类齐心比 所以我们这边这一集 我们就讲了一些 好像25个吧 25个 跟狗有关系的 英文的言语 就当作一个趣味性 也长一点知识 这些 你能记得多少 就记一下 记一下 如果你有时候跟老外讲话 刚好这时机适合 把用上去老外说 哎呦 你这个英文很到底 那我呢 有15个YouTube频道 不是一个 麻烦你把我15个 这边 尝试保典 现在看得多一点 英文密集 这两个多一点 其他这个看得少一点 但是这是精华 我讲英文的精华 一次多译 成全发音 一大堆 这些都是 我的精髓 麻烦 这15个频道 全部按订阅 这集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